北區水貨客阻塞交通問題嚴重 有網民就發起反對行動 部份人與水貨客衝突 場面一度混亂 上水港鐵站下午一度有過百人聚集 部份人高舉標語 抗議水貨客阻塞交通 放任自由行 香港要陸層 香港要陸層 其間有水貨客和居民衝突 打人家 冷靜聽 冷靜住 冷靜聽 冷靜住 有人聲稱被人掌掛 被警員當場制服 打人家 你不要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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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打我 冷靜 是你打人家 你不走我不用扣 好嗎 是你打人家 我沒有打人家 我沒有打人家 警方派出男帽子到場增援 但雙方多次推撞 場面混亂 打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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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想放學的問題由來已久 希望這次行動能夠令政府正視問題 平時真的很擾民 其實不單止在路上、火車上都會阻礙其他乘客 如果現在這時兩點鐘排到天氣底 你想想那裡的行李又說他們這樣屈出來 我們搭火車出來個個都罵他們 真是壞了 行都行不到 又不懂得這一個 有上水居民亦說內地一千多行政策 壓殺區內小鋪計生存空間 金普和藥房就越開越多 嚴重影響居民生活 網民計劃明天再到上水站10會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指 麥海關與內地聯手打擊水貨客開始取得成效 整體內地水貨客減少大約一成 大二學者就認為 這個由網民發起的活動 有不少北區的居民都臨時加入支持 反映因為自由行而引起的中港兩地矛盾 已經進一步升溫 金靈桐報道 保安局和內地海關合作打擊水貨客 局方說過去一個禮拜 內地水貨客減少 但本地水貨客的數字就相弱 海關檢獲的未完碎香煙就減少兩成多 羅湖口岸和上水港鐵站外 通道遮色的情況亦有所改善 內地海關經過了香港海關資料的交流之後 他們都採取了相應對於一日多次 是經過這個內地海關 然後帶貨的人是採取了這個執法的行動 他們亦都特別檢獲了這個手機拍音的器材 這個酒精等等比較貴重的物品 對這些物品是進行了這個精髓 或者甚至是交貨的行動 另外有學生認為這次事件反映 中港矛盾已經進一步升溫 這次事件就由反水貨客 變成好像有些口號喊出來 都是反自由行 甚至反國內遊客 我覺得這件事是擴大了 一年接近三千萬的國內遊客 其中超過一半是自由行 今年頭兩季 每一季都有超過兩成的增長 人數真的相當多 我覺得其實香港的路面 事實上的負荷 關口的負荷 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他建議政府應該定期檢討目前的自由行政策 又加強打擊水貨客的力度 亞洲電視記者金陵堂報導